魏无羡知道自己不能喝得太多 于是从饮酒改为饮茶 薛阳瞥了他一眼 也放下了酒杯 岳阳尝试的家主是个坐不住的 此刻见金灵登上了金氏宗主的位置 自然是要八戒讨好一番的 最好是能结交一番 若是知道了什么金氏秘信 端掉兰陵金氏也是不错的选择 一个父母双亡的弱贯少年而已 能有多有能耐 想到这儿 常义不由地笑了笑 常义 金宗主 今日登上宗主之位 我岳阳尝试准备了一份 玻璃聊表心意 还望宗主笑纳 说完 身边的小弟子 盛上了一个盒子 打开后 是一株天山雪莲 金灵心里满是不屑 这玩意 蓝灵金氏多得是 还真是玻璃 金灵 常宗主客气了 薛阳用手指 顶了一下魏无羡 这岳阳尝试换了个宗主 怎地还是如此 欺软怕硬 也心勃勃 魏无羡盯着长翼 问薛阳 杀人 你有兴趣吗 薛阳疑惑 又皮皮地笑着 我当然有兴趣了 我可是流氓啊 魏无羡双眼星红 那就好 尝试欠了我一条命 差不多也该还了 薛阳诧异 他从来没想过魏无羡 竟然有这样一天 望穿林氏宗主林妙华 望穿林氏为金宗主贺喜 特意送上了一株水晶蓝 还望宗主笑呢 金灵依旧是陪着笑 接下了这份厚礼 水晶蓝这种东西 自然珍惜 他也知道 对治疗可及有很好的疗效 聂怀桑笑笑 金宗主 聂谋给您贺喜了 我这人向来爱一些古文字画 今日给金宗主准备了一份博礼 金宗主笑呢 从盒子里拿出卷轴 卷轴有些发酒 展开竟是那王羲之的真迹 这东西就更为难得了 如此看来 岳阳尝试准备的 竟然是没有一丝诚意 金灵 多谢聂宗主歌爱相赠 聂怀桑 金宗主喜欢便好 平阳瑶氏 宗主瑶宾 平阳瑶氏特献上黑玉琢一对 望金宗主笑呢 聂怀桑瑶摇摇扇子 看来这姚氏为了讨好金氏 倒是下了血本 这黑玉琢难得 据说有防邪气之用 不过姚氏怎么会有这东西 蓝西尘走上前 姑苏蓝氏奉上古琴一章 蓝氏琴朴一本 以贺金宗主登位之喜 还望金宗主笑呢 姑苏蓝氏赠古琴并不稀奇 可若是赠琴朴 那就不一样了 怕是顾绿蓝氏那位平西君是这金宗主的大舅舅 这里才送得厚了些 金灵起身 多谢蓝宗主 江城出面 云梦江氏赠金色如意一对望金宗主笑呢 金灵起身 多谢江宗主 魏无羡 金宗主 本公子这里也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 说完 一道灵力的掌风 吹起一个小物件 将它送至金灵的岸上 这力道的掌控 须得十分精确才行 原是一个雕刻的紫檀木挂坠 而挂坠上的客室 就是一个鱼美人 串珠则是当年乱葬岗的莲子 当年没送出去的礼物 如今也送出去了 也算是全了一个愿望吧 金灵握着这个挂坠 多谢公子 魏无羡 金宗主喜欢就好 薛阳也笑了 我这里也给金宗主备了一分薄礼 夜列途中 捡到了两块暖玉 如今便送给金宗主 薛阳将两块玉石 交给金灵身边的侍者 金灵也收下了 金灵接过 多谢公子 这一场大典 也在喧哗中结束了 众人纷纷退场 蓝灵金是金灵 从今日起 也是堂堂正正的金室宗主了 踏出窦言听 魏无羡的心情是复杂的 自己这个外甥 也不过若惯年岁 年纪轻轻 坐上宗主之位 谁不羡慕 可这个位置上 有多少无奈呢 自己送了他一个保命的东西 若有一日有什么危险 至少师父可以护胎一次 魏无羡遇风离开 去了夷陵 蓝湛也是忘记了不可及行的家规 非一般地赶回了云深不知处 紫荆山 魏无羡转着私规 来到了自己熟悉的屋子 自己当初答应蓝湛 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吗 取下了面具 放进乾坤袋里 收了私规 换上了一身黑色窄袖的衣服 在屋子里呆呆地坐着 妖姬不知何时出现在这个屋子里 都回来了 怎么不来见我 魏无羡作医 师父 妖姬自然地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后悔了吧 魏无羡有什么可后悔的 我做事情从来无悔 我只是有些迷茫罢了 妖姬笑笑 在迷茫你还配不配地上蓝家那个蓝忘机 魏无羡不说话 显然是默认了 妖姬看着眼前的魏无羡 当初拜师时 你说过你不会用鬼道做伤天害理之事 你做到了 可如今 你却要首任岳阳长氏家主 你犹豫了 因为一旦你杀了岳阳长氏的家主 你就注定与仙门背道而驰 注定和他不是一路人 魏无羡 师父 你说的都没错 可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妖姬 魏鬼魂深渊的 从来就不是魏无羡不是吗 魏无羡 可只是包不住火的 世人早晚都会知道 长安公子就是魏无羡 妖姬笑笑 紫荆山 护得住你 魏无羡的眼眶又湿了 一句紫荆山护得住你 这是多么大的承诺啊 薛阳与孟瑶的归来 从本质上说 都是师父为了自己做的事情 可是蓝湛怎么办 自己要怎么面对蓝湛呢 妖姬 蓝家那小子 辛辛苦苦找了你十六年 你不去问问他的心意 反倒来这紫荆山躲着他 你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 一碰上跟蓝家那小子 有关系的事情 就跟个无头苍蝇一样 丢人现眼 魏无羡豁然开朗 是啊 自己都没问过 怎么会知道他愿不愿意呢 蓝湛说过 一条独木桥走到黑的感觉并不差 虽然 问出这一句话 需要很大的勇气 想完这些 魏无羡豁然开朗 师父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我魏无羡可是上得了厅堂 炸得了厨房 搅得了仙门大乱 拐得走仙都的人 怎么就成了给你丢人现眼的人了 妖姬火了 臭小子 你讨打是不是 赶紧给我滚下去 魏无羡一脸服软的样子 好好好 我走还不行吗 不劳您老人家送我下山 说完直接一个飞身 跑了出去 妖姬在原地大呼小叫 臭小子 你说谁老呢 有本事 你有事别回来找我 待魏无羡走后 一抹紫色的影子偷偷笑了 你说你 跟谁斗嘴不好 非要跟阿县那个小滑头斗嘴 你怎么可能吵得赢 妖姬 阿黎 你们姐弟俩和起伙来欺负我是不是 我吵不赢他 我还吵不过你吗 女子笑了笑 好了好了 别闹了 我先熬的汤 再不喝可就不好喝了 妖姬听完之后 蹭的一声就没影了 徒留下一个女子 在原地笑笑 姑苏 云深不知处 寒室 蓝湛坐在蓝西辰的对面 为他斟了一杯茶 蓝湛突然跪下 兄长 恳请兄长去僵事提亲 三叔六礼 八台大轿 十里红装 迎未应回姑苏 蓝西辰内心有些不解 今日的旺姬 怎么这般着急 旺姬 发生什么了 蓝湛 求兄长应允 蓝西辰 看着自己这弟弟 心下有了一番猜测 蓝西辰 旺姬 你先回去吧 此事 容我与叔父商讨具体细节 再去与江宗主一亲 蓝湛坐一 旺姬告退 蓝西辰 景宁 你去山门口等一下无限 带他回来 就将他带来见我 蓝景宁坐一 是 泽吾君 等到魏无羡 踏进山门的时候 就看到丝锥等在山门口 蓝景宁坐一 平西军 您回来了 泽吾君让您去寒室 魏无羡用手指着自己 我 蓝景宁点点头 平西军快去吧 泽吾君等着您呢 魏无羡心里盘算着 发生了什么 泽吾君甚少单独叫自己去寒室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自己的怨气更有用呢 魏无羡想到这儿 加快了不子向寒室走过去 寒室 蓝西辰与孟瑶坐在厅内饮茶 魏无羡见这架时就知道没什么大事 可又是什么事情呢 魏无羡作一 则无君 孟瑶扶了扶身子 平西军 画壁就退下了 蓝西辰为他珍了一杯茶 吴县来了 坐吧 魏无羡落座 内心有些坠坠不安 蓝西辰端起茶杯 吴县 你和旺鸡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魏无羡被问的 也是莫名其妙摇摇头 没有啊 我和蓝湛挺好的呀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了吗 蓝西辰 忘记来找我 让我去云梦提亲 而且看样子还是挺着急的 我问他为什么 他也不肯说 这才寻你过来问问清楚 魏无羡回想了一下 觉得也没有什么 让蓝湛有这样反应的事情 蓝西辰见他这样 便知道可能是自己那弟弟胡思乱想了 便提醒到 无羡 忘记他看起来冷冰冰的 心思还是细腻的 这次来找我 让我与云梦提亲 可能是什么事情 让他觉得心里不安 这件事情 我不好插手 你回去问问清楚 魏无羡 是 则无君 蓝西辰喝了口茶 去吧 魏无羡 无羡告退 回到静时 蓝湛坐在岸上 扶着望线 一遍又一遍 第三遍的时候 魏无羡终究是忍不住了 一把拍在蓝湛的忘记琴上 蓝湛 你有什么事 你倒是跟我说啊 你在这儿一遍一遍地弹琴算 怎么回事啊 你告诉我 你到底怎么了 蓝湛只是定定地看着他 你说自己 不是蓝氏的人 魏无羡坐下看着他 若我恶贯满盈 今后注定与仙门世家背道而施 你可还会说出求亲的话 蓝湛 我会 无所谓正邪 无所谓仙门世家 只因你是魏英 魏无羡平静地看着蓝湛 岳阳长世上一任宗主 是我杀的 蓝湛看着他 无事 魏无羡 平阳瑶世二公子 莫灵苏世大公子 尹川王氏三小姐 都是我杀的 蓝湛 魏英 我接任仙都 不过是为了护住一个你罢了 若我有一日护不得你 我陪你下黄泉 这次你不可以推开我了 魏无羡眼睛红了 鼻子也酸了 声音也抖了 蓝湛 蓝湛 如今三叔六里 八台大叫 十里红妆 你可愿与我偕老 魏无羡点点头 有何不愿呢 这些日子 他怕着 忧虑着 无时无刻不担心 如今得知真相 他怎么会犹豫 魏无羡一转身坐在他身上 我家蓝二哥哥真好看 蓝湛耳根又红了 别闹 魏无羡 二哥哥可是害羞了 蓝湛称怒 魏英 魏无羡坐在他身上大笑 静视里又恢复了欢声笑语 静视里又恢复了 静视里又恢复了 让你直接恢复了